阿娜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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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的《傳閱康熙》 要來看已婚的藝人們 能否從局部畫面 就認出自己的阿娜達呢 是不是花承輝他們都認得呢 今天四位先生 還是沒有什麼把握 那可是等一下 他們要用來辨認他們太太 是其中哪一位的方式 是要靠著頭飛鏢 來決定哪一個部位 那現在我們和你 要示範一下這個轉盤 所以旁邊是這個部位的轉盤 是 有六個部位 胸部 臀部 還有肚臍 肚臍啊 膝蓋 腳趾 掌紋 六個部份 肚臍應該認得出來吧 肚臍很難認 肚臍會變 你... 很難認的表情是不是 侯昌明太太肚臍改變了 我覺得她有變耶 她生前跟生後的改變是什麼 生前啊 生後我們是有 對 生小孩子前的肚臍是怎樣 她以前的肚臍是橢圓的 漂亮的 對不對 然後但是生完以後 因為她那個肚臍會比較鬆一點 她也不知道發生... 上兩瓶這樣啊 對 稍微感覺不曉得 感覺好像比較稍微散開了一點 就沒那麼橢圓跟立體 就是肚子變大的意思是不是 變鬆了一點 但是那不是我最有心心的部位 充滿了想法 所以妳最有心心的部位是... 她那個部位啊 化成灰我都認得 膝蓋 有 膝蓋好嗎 有膝蓋 所以她的膝蓋是比較漂亮 還是比較臭 她的膝蓋很怪 很醜 她的膝蓋 她膝蓋不曉 為什麼就是 她是要說膝蓋 膝蓋很怪啊 她那個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肥豬豬 你知道嗎 她的膝蓋 她那個肉就是比較... 對膝蓋太多了一點 我們就從當中 挑一個膝蓋給她看 我們直接試飛題看是不是好了 現在就來了是不是 因為妳這麼有把握啊 我是很有把握啊 那妳如果說了yes 可是不是妳太太的話 妳就要把這個名字取回去 但是也要取過其他三位的朋友 對啊 不是說好嗎 不是說好嗎 這隻要剩錢 慢一點嗎 對啊 我要A責嘛 不要亂猜啊 昌明哥 那這個壓力很大 他寄於余皓然很久了 他在藏我的師範 後面有準備好了嗎 來 請看 昌明 你不是應該一眼就看出來 你弄嘛 很像 我要很像 這個很夠稠嗎 是不是 夠稠嗎 對 絕對是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膝蓋有作褶有沒有 肉稍微有這樣翻出來有沒有 誰的膝蓋沒有作褶 不是 不是 誰的膝蓋沒有作褶 她的膝蓋上面 不是有一塊肉有沒有 她那個肉會比較多一點有沒有 所以這是妳夫人的膝蓋 應該發久不離死了 我覺得這裡滿像我老婆的耶 不可能啦 芽芽不可能膝蓋那麼重 好 攝影師好了 謝謝你 何昌明先生 我們剛才給妳看 是五號女生的膝蓋 對 妳說是妳太太的膝蓋 應該是 妳答錯了 對 沒有那麼簡單啦 有一個膝蓋更想還要從... 有什麼最有把握的部位 妳都會完全看錯 怎麼會呢 你要我再給妳一次機會嗎 好 我再給妳一個女生 然後也是試飛機 我們現在看到 二號女生的膝蓋 昌明兄 請問YES還是NO 好像大家都一樣 依依那個來YES 就YES 這個小腿出了點喔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膝蓋... 阿斌 你說什麼 小腿好像很粗了一點 阿斌 如果是妳太太呢 不會...這絕對不可能是小腿 這絕對不是阿斌你的太太 絕對不可能是徐小腿 那王中平這可能是妳太太嗎 這不是皓人的腿 你怎麼看出來不是她的腿 因為她的腿的形狀 我還滿熟悉的 OK 所以等一下給看腿的話 你有把握認得出來是妳太太 算滿...因為她腿滿... 黃中平 你確定這個 不是妳太太 這個不是... 育林兄 這也不是妳太太 但不會 我老婆的腿這樣 我打斷 怎麼樣 你長這樣她是嫁給你耶 你還長這樣 沒有... 小腿也見... 育林兄 是 你剛剛說你有把握的是腰嘛 對不對 對 然後攝影師現在把攝影機 拍到這個二號女生的腰部 好不好 好細喔 你玩了 這是有生過小孩子的腰嗎 這個還沒生過 阿斌 這是妳太太嗎 我覺得應該不是喔 應該不是 因為她肚子上面是有一個很明... 有誌 對 對 這一顆是 黃昌明 這是妳太太嗎 絕對不是 黃昌明 這是妳太太嗎 這個不是...我很確定 攝影師 你現在可不可以把攝影機 直接從腰部往下攀到膝蓋的部位 往下 二號... 剛六號 陳映霖 是不是妳太太 我好想... 這樣妳還看不出來 是肚臍驅途是因為我老婆 肚臍的肚臍 似乎真的有一顆痣的樣子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六號女生的 腰部 腰...有痣 為什麼是腰部 為什麼 但是我反而是反而肯定的 她是啟夢嗎 她旁邊是不是有一些任成文啊 對 為什麼... 鍾平兄 有沒有可能是妳夫人 這個有點像 妳老婆出體 腰沒那麼粗啊 我粗沒那麼粗啊 其實喔 其實她是... 她的身體是比較... 身材比較枝同的 就是她的腰其實是沒有很明顯的 你印象中 你老婆的肚皮有認成文嗎 有... 因為生小孩了嘛 總是... 這可以講嗎 她有認成文這事可以講 這個喔 這個沒什麼好避諱的吧 這個...這個有啦 只是大家都知道 只是沒講而已 大家都知道 我喊完 誰是我老婆 老婆還沒... 我坐預備 誰是我老婆 轉完之後才適合 等我人跑掉喔 誰是我老婆 臀部... 臀部... 臀部我算有把握喔 逸林兄 臀部你OK嗎 我OK... 我們已經給你2號的膝蓋 腰部跟臀部了 所以你這樣子 還認不出來的話 都已經掐頭去聞了 好 我們先來看2號女生的臀部 我們現在有兩個臀部在現場 你就是我的好你 2號有故意在翹的感覺喔 2號 2號的臀部以及1號的臀部 1號比較容易 好像一樣耶 很難判斷耶 很像耶 可是1號稍微翹了一點點 所以你夫人是比較翹的嗎 她比較平 沒那麼翹 所以你認為1跟2的話 2號還是你太太是不是 對 應該是2號 那有哪一位先生 要認1號的臀部嗎 對 有可能是你的老婆 不要自身事外嗎 超女兄覺得不是 沒有...這個臀部... 這個臀部很像亞蘭的臀部 這像亞蘭的臀部嗎 你的老婆有那麼瘦嗎 亞蘭不胖耶 但是她的屁股是有肉的 好 所以這可能是你太太 有可能啦 但是... 那阿Ben也有想要 1號的臀部是不是 我覺得...我覺得有像耶 我覺得有像小可的臀部 所以你有料到你夫人的臀部 跟亞蘭的臀部 是同一個臀部嗎 沒有 從來沒想過 所以你覺得你比較有把握 這是你太太的 我覺得有可能耶 OK 有可能 好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呢 沈依林 由臀部覺得是2號 2號 還有剛剛肚臍 肚臍跟腰都有點像 可是她出來的話 如果真的是你太太 她腿就要被你打的 對... 你自己有戴工具嗎 對... 可是我們去城市 我老婆的腳本來小腿OK 大腿略粗是真的 略粗啦 我們請2號女生出來好不好 好 我們就歡迎2號 到底是不是沈依林的夫人呢 我們來看一下 1 2 3 歡迎她 公具的配合 厲害啦 他要打斷你的腿啊 你先不要坐下 因為你站著 他比較方便打斷你的腿 我剛才開玩笑... 所以你要從哪裡下手 膝蓋還是... 請問你... 你剛剛說這個絕對不是 你太太的把握是來自什麼 太粗 你剛才說太粗 好 應該是鏡頭的關係啦 像我們家肉影 他就很好對不對 還是我大腿本來就比較有肉一點 他的大腿也不粗啊 沈依林 你在看什麼啊 你自己長那麼醜 因為... 因為我老婆常常跟我抱怨說 她覺得她腿不夠細 好 那侯曉銘 麻煩你到這個射飛鏢的位子 好 我們再多給你一些 參考的數據好了 是 好 準備好了嗎 誰是我老婆 請射 膝蓋... 這樣就要轉成怎麼辦 膝蓋你剛才看過了嗎 所以我現在如果給你看 三個女生的膝蓋 你應該就能夠看出來哪一個 三個一起看嗎 對 我們給你三個分別看 現在我們看到是 一號女生的膝蓋 我曉銘你的表情... 他想要把那個皺褶撐起來的 感覺有沒有 對 有點刻意 刻意想要撐那個角度有沒有 我曉銘你的表情 沒有很有把握耶 這個應該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的膝蓋 我曉銘你想看 另外一個女生的膝蓋 不是 這個不是 不是 這個腿比較瘦 好 再給我們看一個女生的膝蓋 就是她了 有沒有 看她膝蓋 放進大腿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作折 作折跟她的那個肉比較多 有沒有 好 所以你覺得四號是你太太的膝蓋 那我們再回到剛才中間那個女生的膝蓋去 3號 請問剩下兩位男士 有人要認這個膝蓋嗎 這個啊 我覺得應該不是小葛的 這個我都看得出來是誰的咧 真的嗎 我曉銘 你看得出來這是誰的 我覺得我... 你平常有人注意喔 不是 你覺得這是誰的 我覺得是皓然 你怎麼會知道別人太太的膝蓋 對啊 我老婆的膝蓋我都還在想耶 因為你也常常去... 你常常去廈門工作嘛 我去廈門工作嘛 你是有在背別人老婆的身體是不是 沒有... 因為...不是 我不是... 其實她這一個三號的腳 我是從她的粗細來辨別 對 皓然的腿是比較瘦一點點 她的膝蓋我不認的 王中平 侯昌明認為 這個是你太太的膝蓋 你自己要認嗎 其實宗明有告訴你 我也敢跟你打包廢 那是你老婆的身體幹 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嗎 因為你常去墾丁嘛 你們兩個真的很無聊耶 對啊 我們先不管那個 侯昌明的夫人是哪一位好了 我們現在如果 就把三號女生帶出來 結果是... 真的是王中平的夫人的話 只有王中平自己認不出來 其他男生都認得出來 這樣好嗎 這太過分了啊 這很過分 是喔 對 這樣不行 王中平沒有把握對不對 所以為了洗刷你的冤屈 我們應該把三號女生帶出來 證明她不是余昌然 這樣就能夠洗刷你的冤屈了 對 贊成 洗刷你的冤屈了耶 好 她看已經在門後面喔 我們歡迎她 到底是不是呢 不要是小可 請看 好 好棒 老公 老公 喂 中平哥 中平哥你平常帶你辛苦了 中平哥 你平常帶你辛苦了 你放心... 你在香港我們都做得很好啦 我幫你照顧得OK 老公 你好香喔 你拿起來 來 坐... 坐... 這個很糟 很糟糕耶你 胡昌明 請教一下 你怎麼會知道別人太太的膝蓋 長什麼樣子 沒有啦 其實我... 我剛剛不是看她的膝蓋 我是看她的腿的那個 直徑吧 直徑 看不然我們看見老婆都看不準 看見老婆了 沒有 真的耶 意子而食 就像比較搞得清楚 胡昌明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再攝影師飛鏢 我們再給你一個部位 再給你看一個部位啦 老公 來喔 我們準備好了嗎 誰是我老婆 太送錢了 對 陷中了 全都要看喔 是偏腳趾嗎 掌紋 掌紋 恭喜你 掌紋 掌紋也太難了吧 掌紋太難了 掌紋太難了 掌紋 你順便看 手指的長度應該可以依稀判斷 掌紋耶 好 我們任意準備 兩個女生的掌紋 給胡昌明辯認 其中有沒有她太太在內 好 我們現在先看 其中一位的掌紋嗎 把手指還遮起來 就只能看 就只能看掌紋 好 就這樣看 現在我們看到一號女生的掌紋了 她的身 好 攝影師麻煩你 換另外一個女生的掌紋給我 不滿...不能判斷 不難喔 昌明 對 剛剛那個手的形狀 剛剛那個手的形狀 有沒有 沈依林又看出來是誰 哪一位 現在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女生的掌紋 不知道 這個4號 看顏色呢 阿斌也看出來了嗎 看出來了 阿斌你可不可以... 好 攝影師好了 謝謝 OK 阿斌你告訴我你看出什麼 看出來小可的 真的嗎 對 我認出小可 4號是你太太的 不是 1號 1號是你太太的 你是認身命線還是認什麼 為什麼 就是她的那個手掌 因為她還滿注重她手部的保養 她會不會擦Lotion那些東西 對 你現在意思是說 4號的手很醜還是... 比較像... 沒有保養 比較像甜不辣 不是 兩個相較之下啦 4號的臀部給你看 你應該也可以 臀部 我可以試試看 再確認一下對不對 我可以試試看 對 剛才那兩個女生的臀部 可以拍一下嗎 請問 怎麼阿斌 這也有可能是你太太嗎 阿斌 好像4號比較像你老婆耶 所以她褲子有沉起來嗎 好 攝影師 那現在可不可以給我換上 5號女生的臀部 這個時候也很像耶 完了... 阿斌 這有沒有可能是你們家的 這個不會扭動有沒有 可是我就這樣判斷下來 我覺得掌紋跟...掌紋跟膝蓋 我覺得1號 OK 所以這個不是你們家的 我覺得應該不是 那這個是昌平兄家的嗎 我覺得也不像 我覺得不像 因為這一個5號的大腿的... 大腿的肉肉 比亞蘭少一點 我覺得亞蘭的大腿比較... 更肉 更肉一點 所以可不可以給我們看一下 1號女生的臀部 阿斌是你們家的嗎 放輕 要不要讓她扭一下 讓...可以扭一下嗎 可以扭一下嗎 可以扭動一下嗎 1號女生 沒有啦 這是髮條的耶 對啊 攝影師 謝謝妳 還夾緊 這個扭髮 我怎麼要卡 所以阿斌1號是你們家的嗎 我覺得應該是腳腿 所以她扭動的時候 是這種扭髮是不是 不是 我覺得她在搞笑嘛 那昌平兄 我覺得是4號 4號 你還想要別的部位嗎 可以嗎 他剛才不是說他老婆肚臍 是八角形的嗎 八角 我跟你講 我剛剛說肚臍 稍微比較有擴散開 有暈開的感覺 好 那麻煩給我們看一下 4號跟6號這兩個女生的肚臍 他也有肚臍 4號女生的肚臍 就跟你老公說每一個都有肚臍 那剛剛分開的嗎 這個哪有散開啊 這沒有散開吧 不是 因為他這已經 比較不具備了肚臍的形狀 已經走...走樣了嗎 你具備什麼樣的形狀 這不是肚臍的嗎 因為他在生產前呢 他的肚臍是比較這樣子 比較聚合 生完之後他會稍微這樣開一點 他的肚臍 那我要看6號的女生的肚臍 有沒有... 真的有差耶 4號好像真的有打開耶 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發現這件事了 麻煩給我看一下4號的腳趾好嗎 完了 好包... 攝影師麻煩我們看一下 4號女生的腳趾 曾亞蘭 這個腳趾頭醜不醜 妳自己說 這個腳趾頭不算醜耶 這不算醜 他的小指會全曲這樣起來 有沒有... 然後大拇指有沒有 特別寬敞有沒有 那其他兩位已經出場的太太的 腳趾不會全曲嗎 你看...還可以五個指頭 全部打開有沒有 你看余皓然的腳趾 不會 全曲 你看小指頭 他不會這樣整個穿起來 小拇指不會捲起來 真的耶 你老婆那算畸形嗎 他的小指 他小指好彎喔 對 有沒有 他大拇指好長喔 而且...而且他的... 這絕對是他 他的指甲 他的指甲他自己做光療的 指甲剛處理過這件事情 先生應該要知道對不對 不一定吧 不一定啦 余皓然你的指甲 好像有上亮光 湯友哥 你現在問他 我的手有沒有做 他的手指甲有沒有亮光 有沒有做美甲 OK 應該有吧 應該大家都會去... 你太太... 你太太比你高還是比你矮 比我矮... OK 你太太有沒有瀏海 瀏海...有... 你太太頭髮最近什麼顏色 不然... 黑色的吧 黑色的 還不是說黑色的嗎 你自己看 你自己轉頭去看 你自己看 而且大家看我的手 我根本就沒有做 全部答錯耶 鍾平 昌明哥還了解我 天啊 好 我們看一下4號 到底是不是亞蘭 請看 謝謝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不可能啦 怎麼會太痛 你們一定有核心 不可能 怎麼會是你啊 而且他把你身體長得很不堪耶 對啊 你的腳怎麼會這樣高起來 我腳為什麼了 不可能啊 你弄到那個腳是你嗎 你怎麼可能是這樣 是啊 你腳是喔 腳是我的腳啊 沒有啊 因為可是小可的腳是腳的 他是... 顏色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還在他上面 對 還可以完全... 這決定不是他啊 你只要注意到腳指頭 三百腳指頭 你腳指頭顏色就不一樣 不是 你注意看 那麼一點點 你想要什麼事 插眼脫腳 那麼一點點 你們太厲害了 這不是他啊 嚇到了嗎 你怎麼說這一次 我們去看這三天啊 他剛剛要墊八腳 歡迎你啊 所以亞蘭 所以他有說過 你膝蓋怪異這件事嗎 其實我膝蓋怪異 所以其實是我自己發現 他沒有發現 因為我這兩塊的肉 特別的多 然後我有去找過醫生 醫生...整骨的醫生是說 因為我膝蓋是長歪的 所以那兩塊會特別肉 大家都在肚子上面點痣 你們是認為先生應該判斷得出來 有痣跟沒痣這件事 我老公應該不知道 我哪裡有痣 到底有沒有 你們其實應該不熟吧 會知道吧 怎麼會不知道 王中平姨老婆哪裡有痣 因為燈都關掉 你幹嘛講一下 你不得看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要現場看 對啊 不要到後面去 反正就到底 可以拍出來嗎 沒有 這一個他真的答對了 所以他怎麼會知道這個字 王中平 你有因為忽略你太太的外表 被他罵過嗎 他應該到後面都已經麻木了吧 因為有時候他做一些什麼改變 我好像不是很清楚 他有期待過說 妳有改過髮型期待他看得見嗎 我常常會去染一個很特別的顏色 想說他今天... 有時候會怕他罵 我就會跟髮型師說 我回去會不會被罵... 就一個禮拜過去 兩個禮拜過去 他都沒有問 沒發現 然後我頭髮有時候會刻意... 對 為什麼那是髮型呢 我術髮多高我 他今天長得兩百三公分 有一些我就把頭髮 從這邊剪到這邊 我想說他應該看得出來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就在他面前一直晃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開口 我想說他可能是 講我的髮型尖端 就不是 可是剪那麼少的... 因為除非是這樣變這樣 才看得出來嘛 那個太難了 對 但是因為每天都在看橘子 所以有沒有發芽就很清楚 那你們有每天看老婆嗎 對啊 有每天看啊 那你乾脆陪橘子所以算啊 但是因為我橘子 我要給他澆水 他看了老婆 他就想說他頭什麼時候要發芽 他還在想這件事 我用我頭上澆水 我用澆水 所以四位先生 你們認為 太太如果看你們是一定 會看得比較準是不是 如果身體部位的話 我老公連那個手紋我都認得 然後雅蘭又把握 化成輝 那要先化成輝嗎 那這個比較麻煩 那我們下次在比賽 每個都化成輝給你們看 可以... 這很麻煩耶 還要先去燒 而且...這個很難預約耶 誰跟妳一起化成輝啊 而且那一集錄完要怎麼付人啊 太貴了 人不得任期考驗 只能說是讓人哭笑不得啊 那人期會不會好一些啊 我們邀請了四位明星太太來 歡迎各位看誰 我們來讓Vicky試試看好不好 好 所以那個請妳給我看 五號的 七號的跟八號的 五七八號 三選一就對了 有八個人耶 八個人參選 也許當中有一位是曲哥 也許一個都沒有 也有可能沒有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看了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看了喔 因為他們就有另一位 對 這樣子的一個鼻子啦 感覺好像這一個就是耶 我的意思是 拍得好近喔 鼻毛都都溫出來了 就是因為鼻毛 就覺得有點像曲哥 這有一點橘耶 對 好近喔 真的 他長一顆痘痘 真的很近耶 所以請問 太負血了吧 太近了 除了Vicky之外 我覺得這庫位看起來 好不雅寬喔 再看 近看 她明明就是一個鼻子而已 另外三位... 另外三位太太 那有人覺得這是妳先生的鼻子嗎 我其實覺得是我老公耶 妹 妳覺得不是阿滴的鼻子 好難喔 然後雅阿覺得不是沈玉玲的鼻子 不是 所以有兩位夫人 覺得有可能嗎 是不是 好 那我們要換下一個吧 對 這個是五號啦 好的 我們現在換七號 來... 來... 妳的特色很明顯 是嗎 很明顯吧 這個是不是沈玉玲 不是 她鼻子沒有這麼... 我覺得這個角度寬 每個人都會有鼻毛耶 好 所以這一位先不用了喔 是 我們要換下一位8號的男生 好 我們看一下8號的鼻子喔 我們來看一下啦 這個一定不是啦 為什麼這一定不是 就我老公的鼻子沒有那麼厚 這個鼻子很有特色 這不是張志豐的鼻子對不對 其實她還好熱的 因為她鼻頭這邊是刺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第一個比較像老公 這不是阿滴的鼻子對不對 OK 好 我們再換回五號來 你會長一顆痘痘嗎 我不知道 太近了吧 沒有要像張志豐的感覺 這近到有點可惡 近到很難可惡的意思是說 平常沒有這麼近看 就如果她不化妝的話 那毛孔是能看嗎 看得很難受對不對 這個狀態 不舒服 可是妳覺得這是她啊 我覺得是 百分之九十是她啊 是不是 張志豐 你老公嗎 九十吧 百分之九十 所以你老公膚質是這麼差的人嗎 她鼻子狀況不好 她要...那個... 顏麗婷要認第五號男生 第五號 我們把第五號... 我們把第五號男生帶出來 好 我們來歡迎五號男生出場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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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情況 妳是誰 她叫老公 現在什麼情況 顏麗婷 確定喔 顏麗婷 妳看一下鼻子好不好 你誰啊 顏麗婷 覺得很像妳老公啊 對啊 有那麼一點 其實鼻子真的... 其實有像啊 有耶 單單妝有點橘 不是 妳們從哪弄來這麼... 這麼陌生的人種 不是 我們請就位先生回去 然後幫她換一個號碼 好... 給我看一下六號的鼻子 來 六號來看一下喔 這誰的鼻子 而且還有一個鼻子 有鼻毛耶 對 多多少少 這樣是我老公 這有點像... 是阿迪嗎 好像是我老公 可以遠一點點嗎 因為只有在鼻頭 你怎麼會認鼻頭 我覺得攝影師越來越過分了 對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老公的啦 那我再給你們看一個好不好 好... 我們看四號男士的鼻子 四號 四號男士請就位喔 好年輕喔 這個鼻子 我以為是妳老公 對 這是小孩的鼻子 這個我覺得像阿妹的老公 阿迪亞 是我老公 因為她比較... 是我老公... 請問線索是什麼 線索是她鼻翼這邊 就是有一個弧度上 又是同一個人 那個代表她是妳喜歡的類型 她才被妳說出來 小莉婷... 小莉婷 我現在請就位先生出來 如果妳是剛剛那位的話 妳要跟她接吻 我真的... 妳這樣看得到嗎 妳那時候接吻 可是我覺得這也很像我老公 對 我覺得有點像妳老公耶 對 這真的是我老公啊 我覺得這也很像我老公啊 請六號男士就位好不好 好 六號 再就位一下喔 六號的鼻子 我們再來看一下 比較看看喔 對啊 這也是年輕人啊 這也很像我老公 妳要哪一個 我剛剛的 我剛剛是四號 剛剛那個是妳先生 一等四號是不是 Vicky呢 有藥嗎 剛剛那個 有藥的嗎 沒有 那麻煩二號男士就位好不好 來 我們看一下 二號男士的鼻子喔 二號請就位啦 右邊鼻子上有這麼多 而且為什麼每次拍這一個號碼 他都是外一邊啊 而且屈哥還拍... 皮膚有變糟喔 如果這是屈哥的話 妳好像是最認不出鼻子的人耶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老公 皮膚還可以... 所以鼻子照出來好糟喔 這個電視也太開心了 妳覺得對妳先生好 他的毛孔還滿舒達的 OK 所以目前呢 我們好了喔 鼻子這邊好了 所以目前呢 妳們有人... 妳們三位太太有認了嘛 剛剛那個二號 妳認為是沈玉琳的鼻子對不對 是 千 千一個 妳是四號 妳認了四號 妳認了六號嘛 然後Vicky每個都要 然後... 妳猜一個嘛 妳猜一個七號好了 Vicky 不然這樣吧 妳對屈哥們比較有把握的是 除了鼻子之外 我們還有可以選擇的是 手 手 手 你有把握是不是 手很明顯啊 再看不出來就慘了 我們先看一下五號男生的手 好 五號男士的手 請準備了喔 手其實很好看喔 對 不是 這個是太修長了 這也不是我老公的 他指甲看... 這好像女生的手 他指甲也好長喔 而且他指甲收到好乾淨喔 對啊 這個我認不出來 我剛才有個要求嗎 這是熏手嗎 他可以用力嗎 好 麻煩男士用力好不好 請用力 用力... 用力... 是不是啊 張開 張開... 用力撐開 用力撐開 這個手很大 而且他手指...那個指甲板很... 所以你一直在看 因為他覺得可能是籃球員的手 對 那可以這樣嗎 可以比一下大拇指嗎 比讚 用力... 用力 這不是我老公 你老公是顯性是不是 對 彎的那一種 所以張正峰在家裡常常比讚嗎 真的 因為他不用比他的... 他的拇指是長這樣的 就很彎的 OK 給我看一下六號男生的手 好的 六號男生喔 六號 這六號很長耶 我看永哥這號碼跟剛剛一樣 這手跟我老公好像喔 跟鼻子的號碼是同一個 一樣 沒有換... 那跟我老公很像 謝謝你 鼻下讚... 鼻讚 也是直的喔 很像我老公的手 那你剛剛鼻子也是六號啊 對 你老公大拇指是直的嗎 睡妹 六號是你先生對不對 對 我覺得應該 出來接吻好不好 他不是他老公怎麼辦 就是他老公啦 毒了啦... 沒有人認這位嗎 沒有落到阿菲出來什麼 好 六號 對 到底是不是 對 好 看... 好厲害喔 竟然認出來 六姐 厲害... 我們看七號男生的手 好 我們看一下七號男士的手 七號男士的手 他的手 好... 好短喔 好短 曲哥的手好像也比較小 雖然短 可是那個指甲不是曲哥的指甲 OK 這麼肯定 會不會是沈玉琳啊 他小拇指有點彎耶 這你知道沈玉琳的手 妳可不可以比一下一 一看看 不是 這個 他如果比他會晃動 不是 他如果比會晃動 你是說 玉琳哥現在是會抖的意思 我們看八號男士的手 八號男士請就位 對 他的拇指指甲還有修 他有留小拇指 這是誰啊 這是剛剛那個阿伯啦 我跟妳答對了 什麼 我跟妳這麼裝潔 他有留小拇指 不可能 我看一下... 不是 比一下讚啦 這絕對是剛剛那個男的 馬門比一個讚好不好 比讚 達志豐有留小拇指喔 有沒有認 沒有 我認 他絕對是 那個阿伯 對 阿伯 他絕對是阿伯 因為手的皺紋還滿多的 有點年紀 看一下四號的手 好 四號的男士 請就位一下 拇指有彎耶 大拇指會彎 這我老公啊 是妳老公嗎 比讚一下吧 大拇指 妳用那個放輕鬆就會彎了 妳確定 這我好彎喔 好彎喔 好彎喔 然後出來是眼神的阿伯喔 可是他手看起來很小耶 這個手 他的手不大 他手看起來很小 妳需要請他用力嗎 好 先生請妳用力 用力一下喔 撐大 他的拇指真的很彎耶 手撐開 對 他的拇指真的好彎喔 他有不知手錯的情緒在 是他嗎 是我讓我 不管誰出來就是要接吻 對 肚好大喔 可是你們不能公益叫那個阿伯 沒有我們確定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對啊 妳很有把握喔 這個手 這個手的主人對不對 妳閉好眼睛在那邊 就接吻喔 對 眼睛先閉起來喔 如果是阿伯 你就接吻喔 好 要接啊 不能太近 要不然門會打開 4號把它放在門邊 好 這裡喔 可是他那手拇指的特徵 好 4號男士已經就位了 我要閉眼嗎 閉眼 眼睛閉起來喔 我歡迎四號男士 阿伯 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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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接位 阿伯 接位 阿伯要這樣嗎 阿伯很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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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不要 阿伯 阿伯 好 眼妮婷可以打開 阿伯 阿伯 阿伯說 眼妮婷 妳真的以為是阿伯嗎 我是以為 因為我聽到 嗚嗚的聲音 吵著阿伯 我在那裡鬼叫 妳老公出來之後這樣一對 她真的跟那個阿伯很像耶 哪有啊 真的很像 哪像 好 我們讓她去洗手好不好 好 你去洗手 阿伯 妳成功了 所以還有兩位太太 那個尤其是Vicky 我覺得妳今天很不靈耶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可是手我確定 是沒有我老公的手啊 我們來看肚子 好 看肚子 怎麼看啊 就看 直接拉開來就看啊 我們來看1 2 3 好 我們先看1號的肚子 為什麼要化炸 1號 1號的肚子 好像還是可以用肚臟眼 做一點線索 肚臟眼還滿漂亮的耶 他肚臟眼還滿乾淨的耶 對 很乾淨 這個人是年輕人耶 對啊 而且他沒有肚子 他好像有一點點線條 這太近了 對 不是曲中恆的肚子 瘦 他應該是瘦的 這是平坦的耶 不是沈玉琳的肚子 他不是瘦的 他沒有刻意縮小腹法 好 我們看2號 好 2號請就位一下啦 2號 這2號啊 這什麼啊 這為什麼要化這樣了耶 這怪怪的 這個圖案是什麼 對啊 不要亂畫好不好 好粗糙喔 他剛剛沒有拍到上面這個 就很怪 對啊 這怎麼認啊 盡量要帶上面 你如果真的當他像 就很奇怪了吧 這沒有辦法認啊 你說這是鼻子 你也會覺得是鼻子啊 對啊 可是他還是有幾個毛 可是我覺得這很像玉琳哥 因為他還是有幾個毛 為什麼老是在認別的老婆 這不是曲中恆的肚子 不太像 沒有 可以再遠一點 你這樣連肚子也沒照動啊 這個有人要認嗎 有點像玉琳哥 我覺得應該是我老公啊 對啊 是毛的關係嗎 所以不是... 夠大嗎 不是曲中恆 可是這樣很難看 我可以再看下一號嗎 3號... 我們看一下3號的肚子喔 這毛還滿多的 這很明確啊 這毛還滿整齊的耶 這還滿漂亮的耶 而且他肚... 他肚子也長得好特別喔 這毛好像那種煙火來散 這個毛有... 這個有出過的 這不是沈玉琳對不對 他的毛沒有這麼整齊 這不是曲中恆 曲哥我沒那麼多 到底哪一個是曲哥 曲哥到底有沒有毛嘛 有一點點 這兩位太太暫時 沒有辦法決定的情況下 我們再多給個線索喔 那漢妮 我們把對面的這一拍 黑布拿掉 是 我們把黑布拿掉喔 1 2 3 請看 來...好 走高... 所以... 那2號是我老公啦 妳有一認就認穿妳先生的內褲嗎 對啊 洗了7年 我如果還認不出來 我真的都瞎了 可是6號跟3號不是一樣嗎 可是3號它上面是那個 鬆緊的那一件 所以丞翰妮 我們把6號內褲拿掉吧 是 6號內褲拿掉喔 所以剛才妳一直說2號對不對 內褲是妳先生的嗎 妳買的 我買的啊 那這兩條紅內褲有何不同嗎 大小不同 對啊 2號比較小見啦 所以妳老公有喜歡 穿憋一點的是不是 因為他要穿比較緊的褲子 不能穿太寬 所以2號出來如果不是妳先生的話 妳可以把2號的內褲 戴在頭上嗎 是 好像瘋狂假面一樣啦 是可以啦 因為我確定2號就是 OK 好 好 那他已經要選2號了 Vicky 妳把2號的內褲先拿掉 剩下內褲當中 有妳先生的內褲嗎 有 有嗎 大小就差很多啦 OK 就很明顯 幾號... 就是8號啊 8號是不是 8號是去中恆的內褲 8號去過了是不是 可以到門邊閉眼睛 然後8號男生出來 賭8號嗎 就是 對 可是我剛剛沒看到 8號的肚子耶 陳漢典 8號男生肚子 8號男生的肚子是不是 對 他好像還在... 還在上課 還在上課 還在... 剛剛好確定啊 走了 去過上廁所上很久去過 就是他了啦 那個長照鎮 8號來了嗎 8號來了... OK 好 好 我們看一下 8號男生的肚子喔 肚子應該會比較平坦一點喔 會出消化嗎 對 一條... 好淺的肚子喔 對啊 怎麼那麼乾淨 還滿乾淨的 對啊 怎麼那麼乾淨啊 好淺淺喔 不太可能啊 接吻了... Yuki姐 我告訴你 這一定是虛哥 因為他還在喘 對啊 你看 還在抖 還在喘成這樣 對不對 可是他的肚子怎麼這麼淺啊 我現在才發現 他很乾淨 好了 我們OK了喔 OK好 那個內褲分明是他的 對啊 內褲分明 美根到門邊這樣 來 已經在這個門最後了 我們歡迎8號男生 哇 虛哥嗎 虛哥 虛哥 吻下去 吻下去 眼睛不能張開 我們先握住他的手好了 先握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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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是 握住手... 好 這不是 完蛋了 Vicky要聞嗎 不要 Vicky... Vicky 睜開眼睛嗎 看一下... 可以看嗎 可以... 又是阿威 你怎麼無所不在你 是... 你怎麼變內褲 請問...8號 剛才我們看到的肚子 是你的肚子嗎 對啊 你不要再重現我們老闆裡 我們面前的 拜託 所以請問... 可是那個手握的觸感也不是啊 真的喔 所以剛才只是內褲 給了你錯誤的現實 對不對 那我老公到底今天有來嗎 我們等一下來研究一下這件事情做 那2號妳要認領喔 好 2號 來...一樣很刺激 2號 好 2號男士已經就位了 我們歡迎2號男士 請進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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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一直出現嗎 先握住他的手 先握住他的手... 先握住他的手 怎麼那麼悲啊 天啊 靠近一點... 先靠近一點 不要啦 不要啦 阿伯 請他啦 嚇... 嚇一個吧 嚇不錯 你真的一看就知道 是啊...滿欣慰的 真的 很內疚 因為上次我都猜不出他來 外面很黑啊 搞得都那個... 有事嗎你 來 又看到那個阿伯子在那邊墮布 他們都... 怎麼會叫我阿伯 他就是阿伯是什麼 所以剩下的男士們 當中應該要出現一位屈中 很堅僧層 Vicky 你糟糕的 剛剛屈哥都變臉了 怎麼會猜都猜不出來 因為你口口聲聲說 多愛他... 半天都猜不出來 我沒有說我多愛他喔 Vicky 我們放開這個 手 鼻子以及肚子的範圍 你剛剛說手臂的線條 是最好的對不對 那我們讓剩下的男生 都把手臂的線條給你看一下 好啊 可以 好 那... 我們從套馬月前面來開始 然後每個人都亮一下 手臂的線條 好 每個人都亮一下 手臂的線條 把一號男士的手臂線條 手臂線條不錯啊 這不算手臂吧 你說的應該是上結的手臂吧 對啊 上結的耶 上結有肌肉的那邊 上面... 心頭可以往右一點嗎 二頭 二頭那邊 二頭 這感覺有喔 好 屈哥喔 這才好啊 一號... 一號有可能喔 我覺得Vicky應該只是在選 一個身材好嗎 不是 屈哥真的有這樣子 屈哥有一個手臂 有 用力看看 用力 用力... 用力 好了 屈哥了... 這怎麼可能是屈哥 一號就亂亂認了 這哪是屈多人啊 真的 他有 好 我要看三號男士的手臂 好 三號男士 我跟你講 一跟三 你選一個喔 好 運動員 這太細了啦 一號啦 這太細 太細嗎 而且背綁也不像喔 妳用力看看... 他的翼毛有像嗎 有像 有像 好 所以這兩個 通通你選一號是不是 麻煩你到門邊去好不好 你又要...又要穩了 不要綁 一號 而且他注意喔 對 來 有啦 有啦 你終於來了 屈哥 好 捏一下手臂... 捏一下手臂 有啦...有感覺的 有像啊 可是身高好像... 身高好像不是耶 可以穩了啦 真的啦 身高不是喔 屈哥不要變表現 你會後悔喔 摸一下手好不好 摸一下 VIKI 你這個可以穩了吧 不是 不是屈哥的 VIKI 你睜開眼睛嗎 對啊 可以穩嗎 可以穩吧 要穩嗎 不要 我以為你是靠手臂 我選來這個要接穩了嗎 不要 屈哥 妳今天沒有來 真的假的 騙人 他沒有來啊 他沒有來啊 我們故意要騙人啊 真的假的 可是他有跟我說他會來耶 我們約好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我老公 就對了 從頭到尾沒有啊 只有內褲有 我們把全部的還喝起來 好 所有男士 來 請進 來... 請進 來 到內褲區喔 到內褲區 內褲區 真的沒有 前面... 真的沒有耶 好 謝謝你們各位今天來參加喔 謝謝... 謝謝... 對 屈哥能盡量的 對啊 是他真的沒有接這通話 還是他放你們歌子 沒有 他就是故意要騙妳 他就是故意要跟我們約好騙妳 好 為什麼 他去錄另外一個拿女連儀的 是什麼 因為他想考驗一下 妳到底能不能夠認 結果妳果然每一個男生都認為是屈 可是屈哥真的有那個手臂 真的 所以下次屈中恆來 我們可以檢查他手臂 可以 絕對可以 所以太太們表現還不錯 比老公有人性 好 說到底 還是女人細心一點 我說男人啊 有事沒事 都記得多關心一下 你的另一半吧